啊 大家好我是小张一部三点窄 现在晚上五十点 昨天晚上下雨了 这乌鸦是真烦人啊 昨天晚上睡着了 就凌晨五点的时候 呃 对那个 有那个鸡叫狗叫马上还好 然后天亮之后不在乌家叫 睡不了了 我的天呢这雾气 下雨 好冷啊那个村还没走 昨天晚上太冷了都不想出去上厕所 你看吧 冰红茶 哇你看那个山上吧雾气那么重啊 这个 那个亭子就是摆设啊 我还以为淋不到东西 基本都湿了 就那个上面一点点东西没事 哎呀 麻烦我的鞋子都是放在下面 啊 太冷了 看那个雾气啊 真的就感觉这个气温有零下 动手啊今天要戴手套骑行 今天的话打算去那个镇上休息我前面二十八公里 明天 应该会停雨后天停雨 直接后天到房线县城吧 实验那边吗 先进上厕所 哇 太甜了 你看这个雾啊 现在雨的话变小了 这个地方的话 海拔一千二百多米 到前面镇上的话 有二十多公里下坡吧 二十八公里 一大半都是下坡 估计会一直下雨 应该要零一个多小时才能到 吃点东西 这个乌鸦的话 还好昨天晚上没觉 因为昨天晚上温度很凉 天亮的就特别吵 嗯 自从九点钟左右吵的 这温度低了 这个 市地价都有点发硬 先用这个塑料袋 把这个脚包起来 等下怕这个脚不受粮 哎 现在好像停雨了 我那个村子都快看不见了 东西都湿透了 没法搞 雨的话停了 东西收拾准备出发了 在这里的话要不停要不走 我选择走吧 因为这个地方距离乡真太远了 我靠 这个路不是开玩笑吗 雾气这么大 看都看不清 前面就要下锅了 要注意点 我靠 走这种路线一定要打灯 我把灯打开了 看不清看不清啊 太危险了 这是一个缓上坡 到前面向震动小就行了 哦 又开始飘雨了 哇 这个天气也太极端了吧 这么人家的房子看不清 我的天呐 云里雾里啊 看吧 大落天宫一样啊 这边还有一个观景台 海拔一千三百多 我刚才是爬上来的 所以车子骑不快 你看吧 这个地方是烟灯 雅口吧 海拔一千三百一十四 一三一四 好激烈啊 这条线路是二零九国当苏北县 这边还住了人家啊 我的天 云里雾里 太恐怖了 啊 带眼睛真的很吃亏啊 我把这个头盔那个防护进一栽就看不清了 啊 这应该是到了雅口吧 要注意只能慢慢的骑了 跟我去年骑行贵州一样啊 也是这个时候吧 雾特别重 等这个海拔下下去了 这雾就散了 这路弯到太多了 这路昨天晚上总共过车不到十辆 过车特别少啊 那么上高速了 恩斯神龙架这一带的话 夏天应该比较凉快 这边海拔比较高 一千多米嘛 我的眼镜都沾上雾了 这边弯到太多了 一拐一拐的 七十二拐一样 我 这里有红军的雕塑 应该是 以前站到过的地方吧 让前面的路就看不清了 哎 这雾好像是变小了 因为海拔已经降了个一两百米吧 刚才有那个树的遮挡 现在一下就变这样 车子停在这里都很危险了 别人看不到 你看看下面看到什么吗 什么都看不到 一片白的 那这边观景台都挺多的 这下路线风景很好 这天气太极端了 恐怖 哇 陰雾当中的人家 这边还好一点 没那么重 红四十九十 纪念园 可以想象当年红金台是非常艰苦的 这个地方就是七十二拐 加上那个大雾天气好多拐弯 哇 有这个树木的遮挡 这个树被挡住了一部分 哇好多了可以快一点了 我刚才都没注意到原来下了十几公里坡了 难怪这个雾变变淡了 终于了 应该到头了 应该不会再起雾了吧 哦 从这边弯下去的 有几个弯 哦 那边应该是铁路吧 哇 这个是桃花还是什么花 好看 那山还是上青 铁路 穿山而过 哇 你看 这个雾山了一半了 你看那上面的村子 哇 这那么高 哇 这边有一种隐居的感觉 那上面那么高 哎 不容易啊 我 又是大厦坡 你看 那山都看不清 屋太重了 还好啊 这边海拔下降的 应该好几百米了吧 这边有个巨大的工厂 你看那个房子 远看像飞机房 这边那个太阳能发电 哇 这个水 淡绿色 跟那个线子颜色差不多 挺好看的 看那台车好像像什么体肤里面 我的天 刚才那个玩意吓我一跳 我还有一声红一铃子 哎 哎 哎 这屋还那么重啊 上隧道了 这花好漂亮 这边都干了 看这边怎么 这边比较 已经有那个餐饮就是了 活鸡活鱼 蜡猪蹄 蜡猪蹄 好像不错 南洋服务区五百米 导航叫我走左边 正在左边吧 正在这边 我开烂了 这里有个卫生约 应该就在前面吧 这我开玩笑到处挖来挖去 哎呦这里 在修路 咋够了 前面的话还有乡镇 好像今天不知道还会不会下雨 这卖花的 路太烂了 哦 这个路 难搞难搞 哇 那个车好玩 也上白了 那前面有一家那个 旅馆 是吧 导航来到这里吗 我的天 这路太烂了 一般太多了 呃在这里研究一下吧 不然的话等去下雨就想见了 有是吧 已经两个月了 不然两个月了吗 就想充电了 不然的话穿越不了神冬架连去 哦 终于到神冬架去也是 对啊 去那个防线嘛 从那边走 你是从广东起过来要多长时间 这路上两个月 那本来去拿钥匙 又开始飘雨了 充电问题解决了 进来了 给他看看房间吧 两张床 我还有美女的话 非常的耐心 空调也有 电视 挺可以的 小花花 厕所的话 小马桶 还行吧 刚才老板娘叫我住这个位置 因为 可以看到我的车吗 住进来了 刚才老板娘很关心我 这个旗家电动的问题 我说哪里来的 大家觉得这个房间多少实力啊 不贵吧 108 有没有猜到 108的话正常价吧 我看那神冬架那边 就不是108 那是180起步了 因为景区嘛 这个小镇 又隔了一遍 住宿很贵 那是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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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 神冬 我我只要考虑去前面镇去住宿 前面有个沐浴 但是那边 距离神冬潭 是吧 那个神冬家庭区 特别近那边住宿 我查看了一下 180几步 算了 还是这里吧 从这边到那个房线 只有170多公里 我的电池续航是200公里 所以没问题 哎 这是谁呀 长这么好看 确实很好看 哇 这身材 哇 还好套了这个缩练带 这袜子还是干的 哇 难怪了 他这个公共厕所的工位嘛 这个是71块 我看错了 带厕所的话是 我住的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108网上也是这个价 那个 小宾小旅馆旁边的话 是一个那个 布头 小桌房的 有点响 不过没办法 晚上应该安静吧 今天早点充电嘛 然后两天时间到那房线 明天后天应该没有雨 大后天可能又要下雨 做好准备 这旁边 这旁边是卖花的 外面还在下雨 现在的话才下午两点多 但是我已经很饿了 因为早上吃的太少了 这边有一家旅馆 虽然说是旅馆 但是这边价格可不便宜 去前面看一看吧 看一下吃啥 这里一家生活超错 买盒纯牛奶 凌脂三张 啊让我想到西藏 那里面三专纯牛奶都没有卖 买了一小盒这个 旺仔三块 准备开饭 今天天气好冷 这边还顺便快递 这没什么饭店 乡 正财政 那边有一条龙湖 哇红白喜事 结婚 看吧我住到那家旅馆了 还挺不错的 那边在下雨 那边还有住宿的 附近有个景区嘛 那边好像有吃饭 那边有个渔庄 那个应该可以 这边消费比较高的 这个乡镇的环境真太棒了 那个别影 这边有个传菜馆 尝味食谱 正宗传菜 这个的话应该吃的习惯 内饰 包间 空调开放 名师主厨 刚才老板跟我说贩卖完了 还要重新煮 那得都 费多煞的时间了 老板叫我去对面吃吧 哇 我看我都没注意到 那上面好像有个观景台吧 这附近有个景区呗 然后面穿了搞木头啊 比较长 哇这边车多一点 这边应该有饭店吧 看一下有没有特色的 这边有个面馆 面馆的话算了 没有什么大饭店 这里有个三妹子龙珈乐 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点那个肥肠 你的那个有卖菜 哇 这个石头 点要看的 老板喜欢收藏石头吧 和这个店 可以的 正宗龙珈乐 他们两个刚在这吃饭 我刚好吃午饭 那些等着 先喝口茶 好烫 哇 这个凳子是用那个木头雕刻的吧 好有艺术感 感觉不错 老板娘问我喝不喝饮料的 我说不喝的 这里有个配小配菜吧 这个肥肠 好久没吃了 吃一个肥肠吧 点那个油卖菜吧 哇 这个碗的造型啊 哇 吃了饭 哇 他这筷子也挺精致的 嗯 很久没有吃这个肥肠 哈哈 嗯 我来吃这个肥肠 这是 这个肥肠 我来吃这个肥肠 对 我来吃这个肥肠 对 这个肥肠 这个肥肠 吃点酥的 出了这个阵的话就把锅了 鸡排鱼 鸡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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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吃不习惯 前面有40多公里的大坡要爬 这里是山脚下 里的小城镇吧 这边还好吧 早上的和平呢 这个饭挺多的 前面要爬1700米啊 我的天啊 这里才200多米 前面要上到1900多 40多公里 应该是连续的 这个辣椒带一堵面粉吧 那什么叫 叫广椒还散了 挺好吃的 嗯 嗯 哇 他这个辣椒 可以这样调买吃的 挺有特色的 啊好渴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吃的差不多了 这个辣椒的话不多吃了 刚才在那个三妹 蒙家乐 嗯 吃了那个肥肠 那个什么什么辣椒啊 哦搞不太懂 有两种辣椒可以写 一种是那个红的 一种是轻的 那裹了一条面粉的 嗯 味道挺别别样的 挺好吃的 那个肥肠38 嗯 那个油卖菜的话15 55是吧 还有两块钱 应该米饭一起一起55吧 消费的话还正常的 一般味道不错 确实重中的名家乐 好了 现在怎么回去了 刚刚里面太尴尬了 就我一个人啊 还有两老板 两夫妻真的太尴尬了 可能老板也有点失控吧 他也手机声音都不敢开大 唉 今天又是这张好力给雷田